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台NAS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下期的就是pve系统下期的视频录完好 我们开始 我们现在需要的我们现在需要用这这一颗网线把这些网线都拔掉 因为它默认是一颗网线 而我这个那个连到了这个一颗 所以说我就路由器连到了一颗 我现在就把这个连到一颗 连到一颗以后呢 我这个路由器就起到了一个交换的作用 现在我去电脑端设置 这个黑网线 OK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呢 找到我的那个软件 就是ssh的软件 我刚才已经把网口呢 连在了这个 就是相关的这个上面 然后呢 我的那个网口地址是这个 上面这个 192.168.3.225 如果大家呢 想设置一下呢 可以在这里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然后呢 点击sh 然后呢 把这个名 这个是填IP地址 然后呢 这个要填那个名字 应该是root rot 然后呢 就22.ok就行 这个远程呢 就是默认的 大家可以就这么设置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 嗯 ok 大家看 我现在是连不上的 是因为我得手动修改一下我的IP地址 更改适配器选项 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在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 点击pvs修改 这个地址呢 改在我的 这个 跟他同网段子就可以了 这个网关是3.1 然后点确定 再点确定 它就会自动显示连接上 连接上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重新把它关掉 重新过去一下 点击一下它 它应该就进入到了这个里头 进入到这里头呢 我记得上期好像没有给大家讲这个 叫虚拟机如何上传 我们现在在这个 我们新打黑一个网页 我们在这输入的IP是192.3.25 然后有个8006 这是后台地址 我们点击 点击底下这个 它就进入了 进入到这里头的密码是 password 在这里头呢 我们先需要在这个里面设置一下网口 好 我们先需要在这里面设置一下网口 我们点击 在这个 这个 这个虚拟机的里面 我们现在呢 自己创建的虚拟机 啊 这有网口 啊 这有网络吗 在这个 那个PVE这个里头 点击网络 在网络里边呢 它会 它会默认是添加一条 就是VMBR0 然后这三条是我们自己添加的 我们怎么添加呢 我们 就是把桥接的名字都写上 这就是ENPRS0 ENPRS3 PRS0 ENP 像我这样 把它都 桥接上就可以了 这个网口这样 桥接设计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虚拟机 在这个创建虚拟机上 我们 我们选择这个 首先 我们要 把这个名称写下 它这个名称是100 100对应的是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呃 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名称 我们随便填一下 比如说 VE 我们设置一个 VE 然后点击自启动 点击下一步 在这个里头 我们点击不启动任何简直 点击下一步 然后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 呃 在这个里面 我们也不用管它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一核心 设成两核心 两核心 然后再点下一步 在内存里边呢 我们把512 改成 0.2048 也就是两个G的内存 在网络方面呢 我们选择办虚拟化 呃 这就可以了 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 最后点击确认就可以 在点击完确认以后呢 大家就会 它就会自动创建 它这个 这不会有这个小的这个绿绿道了 然后呢 得等一段时间 好 我们现在去那个 SSH OK 我们现在打开 SSH 然后呢 大家可以从我这里看到 呃 有一个 我会打给大家呢 用一个系统包 现在这个 我设置这个三个8呢 就是这个系统包 然后呢 imgrkm.bin 这也是一个系统包 这个系统包呢 是转码这个888的这个固件的 所以说大家应该 大家要把这两个都是 从软件直接拖动到这就行 它出现了以后呢 呃 大家要输入这两段命令 在这个里头输入这两段命令 OK 大家看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两段命令有啥意思 先输入这一段 这段命令呢 后面这个是转码 然后呢 第二段命令呢 这个也是转码的文件的格式 加格式 这个数字大家是可以改的 随着大家的这个下载的固件呢 它的这个img格式不一样 大家是可以改的 这个101呢 是我创建的虚拟机 它是101代号 然后在101的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可以改的 这些东西 大家设置 比如设置102 这就改成102 设置101 就是就改成101 这个88888呢 是我把我的固件的名字 设置888 固件 它本身的格式是 i.img i.img 我们进行设置 首先呢 一开始呢 可能 为大家点击一下 都设置成半虚拟化状态 这是H0 半虚拟化 点击OK 然后呢 这个呢 VM1 半虚拟化 然后呢 大家有几个网口 咱就设置几个网口 然后呢 我现在有四个网口 从0到3 然后最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 刚才那个 它就会出现一个未分配 就是有一个就是 为什么指定空间 然后大家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OK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 是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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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二个这个 就是 大家点击 然后点击OK就可以 点击OK之后 它就挂载上了 挂载上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就是 软位 挂载以后呢 我们要把软位 要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以后呢 在这个控制台 在这个 它这就会变绿 变绿完了以后呢 在控制台见面呢 就看有这个 有这种指令 现在的现在这个状态 它就算正常了 呃 千万不要这种 用这种手动的行事 点击这个 从企业 呃 如果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大家在换系统的时候呢 总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 控制台会报 报那个指令 就是不对的指令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需要 比如说 需要删这个主机的时候 我们首先第一步 先是把它 呃 先把它 停止 停止完了以后呢 在控制台这呢 呃 在更多这有一个 删除选项 大家删除 删除完了 还是按那种 不责重新创建就可以了 至于就是说 能不能在这个里面 换系统 我试过 但是我没有成功 就是 但是 它还会报那个 无缘无故的错误 所以说 我这一点给大家提示一下 基本上 这个设置完了以后呢 呃 大家就可以进入 它这个固件 默认的后台进行设置了 但是前提呢 大家应该要把这个 在设置的过程中 大家先试一下 这个后台进得去 进不去的话 把它改成自动获取 把这属性的这个里头 改成自动获取就可以了 在这个里头 改成自动获取 把这个改成自动 电击确定 因为一般来讲 我 我给大家提问的固件 是192.168.1.1 呃 它这个固件是192.168.3.1 呃 3.255 所以说他俩不在一个网段 我 可能他 他可能不会能互相访问吧 对吧 OK 设置完了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上网了 像我这样 百度啊 什么 呃百度啊 然后呢 我们点击 随便点击一个东西进去啊 他是可以访问的 然后呢 我们 呃 随便再点击一个进去 它还是可以访问的 所以说我们的网络是没有问题了 呃 ok 那个 在这个网络 的过程中呢 大家可能 传媒系统得进去设置 设置请参照我 下方 链接给大家提供的视频 然后呢 下一期我会给大家提供就是怎么来玩NAS 这个NAS呢 用没有买太好的 或者就是说因为NAS有的要一千多有的就要两千多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方面来讲也是有纠结的 所以说我觉得呃 应该给大家提一个行 然后我也摸索到了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知识啊 呃 希望大家定时收看 希望大家呢 定时收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我们NAS见 拜拜 请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